那麼多年,每次問他,譬如我忘記了大膏 他每次都,要是沒有,要是說有,在那間店裡買 那我就很激氣,Diamond member 他都不給他 有時要吵他,他就給了一支我 他以前的三日時間都給他 剛好當天那天用了大膏 他剛好星期一飛上去 飛到尺寸的時候,進到房間裡 有一支牙膏和牙齒放在那裡 從來沒試過的 所以他很奇怪,他沒有可能 他怎麼可能知道我雖然是牙膏呢? 我到現在都沒選到 他有個牙膏,他就有所有牙膏 他知道我的行為 但他都不應該知道我那天沒有牙膏 是否他知道你的腦筏 那他一定 是 我同學問他,是否創才呢? 他就說,創才吧 但是那個人從來 那時候,以前未被畫過 之後也沒有再被畫過 是那天 那天之後 那天之後,想著共上下要用完 所以 通常是自己帶的 整個補充 那你想一想 他用甚麼方法就知道我水牙膏 那因為沒有事前的例證 又沒有事後的例證 就像你所說 現在我們搞所謂的 big data 這個新的項目 就是這個話題 big data 就是不單止 酒店知道你的酒店做甚麼 因為他跟其他公司聯學 他開始可以知道 你在那間公司的四本場以外做甚麼 好像剛才我舉個例子 為甚麼Lebys 或者一間商機雲丹店 雲丹店知道你走過那裏呢? 因為他跟AT&T合作 OK 他跟AT&T合作 他就把幾個不同方向的資訊 把它融合起來 就可以知道你在做甚麼 可以猜到你下一步想做甚麼 知道你在想甚麼 現在很多醫院 我們在推薦醫院 醫院一個最大的醫療費用的來源 就是剛出院的那些時候 不到兩下又回到醫院 這對醫院是最大的負責 通常是甚麼呢? 譬如他喝酒 喝到肝中毒 進去醫院 醫治了兩星期 放他出去 不到幾天後再回來 又是同樣的問題 OK 所以醫院很想知道 哪些人是會再重犯這個問題的 那些機率他就很想知道 但他怎知道 他的醫院 你放他出去就是離開了醫院 他完全不知道在外面做甚麼 於是他醫院想辦法 跟其他商業公司聯繫 聯繫甚麼呢? 譬如他跟Liquot Store 或者跟Visa 聯繫 這個人有沒有走到Liquot Store 買東西 買酒 如果有的話 在他未再有病之前 就馬上干涉 為何干涉 譬如派一個Social Worker去讚他 他勸他不要再喝 他不是在電話裡 打電話去看你 今天有個好心的會士提醒你 記住回家後不要再喝酒 這些事情 那你就說 聽說那些應付不太好 就是 就整天擔心我 其實他背後用了很多功夫 這個事情 OK 現在美國政府檢查哪些人 是terrorist 都是用這個方法 你這樣看他 他就是回教徒 你不可以說他是terrorist 他滿面不騷擾 你又不可以靠他 我說他是terrorist 可能他特意在被放炸之前 說到親戶是白正 飛了白 你又猜不到他 所以不是只靠某一件事 而是靠很多不同的事情 他去哪裏 寫過醫院去哪裏 他出國去哪些地方 所有這些資訊 加加萬一 就可以猜到 這個是恐怖分子的乘數 不是一億萬分之一 而是十分之一 有機會 那直客就追著你 所有人跟著你 就查得更加清楚 偷聽你的電話 看你的email 開了你油箱的信 然後幫你封回好 再放到你油箱裏面 這些是我們甚至普通人 都做到的事情 如果我用心 我可以選擇你的信 看完之後放回去 幫你封回好 如果我想的話 我也做得到 不要這樣 不要挑戰 明天經日電 我已經看到了 你 OK 那我們說回 日題 上星期就開始說 第二個課題 第一個就是 第三個就是 人的道德 價值觀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 萬物都有目的的 OK 我們就 這次 我也是對我來 這個新常識 就是比較從生物學的角度 來做資料 我們就說到 以前的人 看以著漫物 一直到四五千年 希臘的智學家 阿里斯德德德 他是第一個 比較有系統的 觀察生物 所以他做了智學家 也是生物學家 他就發覺原來 魚臘慢慢的似乎 是有種類的 不是說 五花八門 沒有任何種類 可以將它分成種類 他基本上 當時就說 分成有血的東西 和無血的東西 雖然好像很簡單 但我們今天看回來 從生物學的角度 他都挺適合 因為原來大致上 他也說 有血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們 今天的生物學 所謂的 有脊椎類的動物 原來有脊椎 和無脊椎 都是有很大的分別 因為脊椎裡面 除了骨落的結構 是很合理 很有效率之外 有脊椎之後 再加頭 加兩隻手 加尾 可以演變出很多種 不適應不同環境的生物出來 然後脊椎中間做空的 可以有一條很豐富的一條神經 總神經 脊椎裡面的神經 是保護了神經 又是軟熟的 可以轉彎的 然後每一節的脊椎 神經線 有很多身體 就控制了 整個身體 四肢 原來 如果我們相信演變 演變有脊椎類動物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是一個很精彩 工程上面 一個很精彩的 一個很精彩的 新的發明 但以前的人 就去到那裏 因為他們眼裡 可以觀察到的東西 就去到那裏 然後 最早 斬開一隻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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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至於 結構是怎樣 為何生物會出了 這麼多千奇百怪 這麼多功能 以前的人 因為不明白 他們只能說 背後一定是有些很神秘 但很簡單的東西 那時候原始的文明 已經知道死物 已經有個理論 就是死物 由基本的元素造成 雖然看到它有這麼多五花八年的死物 有各種不同的角度 岩石 礦石 然後 有水 有空氣 好像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但以前的人都相信 在這麼多複雜的背後 是一些很簡單的元素造成的 所以有金木水火土 中國人有五盟 然後 生物又怎樣 生物應該都是很簡單的元素造成的 他們是一個 所謂的hypothesis 是一個 構想 留給後人證明是否正確 但生物 以前的人都一看 就發現生物和死物 有些本質上的不同 他們說了怎樣不同 但總之是不同 就算牛死了 你割開一塊牛皮 摸到一塊皮革 和你摸一塊死物造成的一塊東西 譬如在大臣很少一塊東西 其實想下去 我們說 以前做個袋 你不要以為這麼容易 如果沒有生物的話 會不會做這個袋出來 沒有什麼可以成為做袋 是吧 很少的材料可以成為做袋 所有做袋的東西都是用生物 要是樹葉 要是樹皮 要是動物的皮 但是 所以 就算牛死了 那塊皮出來 以前雖然沒有顯微鏡 我們直覺上都覺得 生物和死物在本質上不同 所以如果生物本身又是有 一些基本元素組成的話 人的 假設就是 生物又是有一些元素 但那些元素和死物的元素不同 所以希臘人就像中醫一樣 他們說 以前 生物有四樣基本元素 就是有血 紅色的 有黃膽汁 黃色的 有黑膽汁 有黑色的東西 切開動物裡面有黑色的東西 然後 有所謂的漿糊 flam 就是 人們的動物分泌很多的漿糊 好像鼻涕 他們覺得本質上這四樣的東西是不同的 所以這四樣當然是元素 所以身體裡面 這麼多千奇百怪的東西 都是這四種元素 中文就更簡單 陰和陽 搞定 或者是熱氣和涼 就有些什麼 Sam 生育中醫 中文說人身體最基本構成的元素是什麽 那些筋骨 經絡 血 氣 氣 經絡那些不是 那些已經是氣 那些就是血管那些 經絡 筋骨 經絡 經絡那些很現代化 聽上來 那些叫做什麽 有熱動量 有氣 有五臟 那些叫做什麽 溫量 那些人的身體很溫暢 那那 為什麽是更成功呢 反正那些理論 那些成功的原因 到今天仍然在沿用中 你看中文還會用這些字眼來描述 然後將它 其實說 熱氣就等於你的血太過酸性 量 就是你的血太過減性 現在那些人嘗試這樣 將西方的醫學和中科醫學 將它掛勾 但其實都很牽強 然後什麽叫做 就是 你又熱中大量 那麽事 哈哈哈哈 心火 心火 我們今天讀錯 大哥 心火性 心火性 又不是肝火性 而是心火性 心火和肝火的分別是什麽 但是聽上來 如果你沒有學過西方的心患學 你會有很多道理 因為各種東西都能解釋到 所有你什麽病 他都用過 用熱動量 可以解釋到 和氣可以解釋到 即是你不需要懂得解否 又不需要看軒微鏡 他都可以解釋到 達爾文進法論 這個成功的原因 就是他嘗試用很簡單的一個機制 解釋與宅萬物 基本上達爾文進法論 就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 動物會有variation 自然會有些特別 因為他從一代傳到一代 不是一樣人傳得百分之百 它是 Random有些variation 所以一隻回碟 本來是灰色的 生了一些白色的小女 又有 生了黑色的小女 雖然大部分人是灰色的 但現在 這個就是第一種 就是variation 普通人有五隻手指 但間中有些軸 就是六隻手指 那就是Random Variation 他說這些是偶然 全是偶然 這些是variation 有了variation 之後 就由大自然 在一個盲目的機器 去選擇 所謂物境天雜 動物給予一支競爭 但是天 這個天 達爾文的天 就是一個機器 一個沒有感情 沒有智慧的機器 一個環境 去選擇哪一種動物 更加成功 所以他就把這些東西 所謂低等動物 高等動物 一邊這樣分 那本來 那些恐龍不只在地上走 但是 那麽巧 有一次 有一隻恐龍 他手指縫上了一塊皮 拍一拍一拍 拍得多 就會飛 會飛 會有很多好處 於是 這個天 這個大自然環境 就鼓勵 這個懂得飛的恐龍 他會生多些後代出來 所以慢慢地就成為一種新的恐龍 成為飛的恐龍 以便成為我們今天的醬妖 所以達爾文就用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嘗試去解釋宇宙文 那時候他也是一個科學家 他嘗試坐船周圍去旅行的時候 去到嘉利肥海的時候 觀察有些不同的島 雖然有同一種的鳥 在三個不同的孤島上面 他們的嘴都有不同的形狀 因為每個孤島 他們的昆蟲不同 所以為了適應吃某一種昆蟲 那三種鳥都有三種不同的形狀 所以他就說 這個證明我的理論是對的 這個就是麥敬天澤的很好的例子 然後本來那些蝴蝶是灰色的 但是後來有一些黑色的生得出來 平時如果那些黑色白色生得出來 他們不會生存得的 因為那些鳥遠就看到白色蝴蝶 附在樹上 所以一早就吃光了 所以剩下的那些灰色的 或者咖啡色的蝴蝶 但是到英國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的時候 因為燒煤燒得多 像現在中國一樣 烏煙漲氣 所以那些樹都變成黑色或者白色 因為烏煙太厲害了 所以就發覺在那幾十年裏面 生存得最多的是 黑色的白色的蝴蝶 而不是灰色的蝴蝶 或者是古辣咖啡色的蝴蝶 他們就說 這個事實證明了我的理論是對的 所以就麥敬天澤的 所以他是嘗試用很簡單的方法 去解釋宇宙的蝴蝶 但是達爾文有一個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 也會覺得很簡單的